这座城 困住孤独的灵魂 满地伤痕 都是雨雪和名称 那个人 打开禁锢的城门 荣华冰冷 伴我天地坚持着 以为一颗人 放弃一座城 我想我是 为留住你的眼神 以为一座城 失去一个人 爱的尽头 没有人活胜 因为一个人 放弃一座城 我想我是 为留住你的眼神 因为一座城 失去一个人 爱的尽头 没有人活胜 爱的尽头 没有人活胜 没有人活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客从远方来 赠我七名情 勿有相思闻 贤有别离音 终身只此调 遂寒不改新 愿作扶阳春曲 功伤长相寻 杜平安 你过来 大人 你怎么会这首诗 小时候 娘亲教我的 那想必 你娘亲 应该也是个诗文段字之人吧 娘亲 是大梁的乐师 她会唱好听的歌谣 大梁的乐师 那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燕北呢 因为燕北不续奴 娘和爹爹来到了这儿 就托了奴籍 安安心心地 安家了 那你知道 这首诗 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意思好像是一对恋人 虽然天各异方 但都彼此思念着对方 你这么小 就知道什么是思念了 当然 我爹爹死得早 当我想念他的时候 我就会吹起 他给我做的笛子 大人 你的臂力吹得那么忧伤 难道 是你在想念别人吗 我在想 我希望我想的是错的 我希望你帮他 殿下 你醒了 终于来信了吗 阿楚抵达蓝城没有 还没有 她不会没去蓝城吧 应该不会吧 殿下放心 我相信啊 这几天就会有心 殿下 羽姑娘派人来报 楚大人收复秀丽君 带他们支援洪川 已经在洪川城打了两次仗 你说什么 哈楚姑娘还在洪川 就她那点兵力 这不是一乱几时吗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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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您 这是要去哪儿啊 放开 殿下 放开 您现在如果回了燕北 那门外的大局怎么办 我们已经快打到长安脚下了 殿下 洪川城有密道 即使到最后城池被攻破 阿楚姑娘她们还是可以从密道逃脱的 她既然决定回去了 那她无必要守 以她的性子 她不会走的 殿下 应当以大局为重 阿清 传令终于 就说两日之内 务必向阿楚代理洪川城 这是我唯一给她的命令 诺 大人刚睡下 快站住 有药解救 让开 不行 让开 有什么事明天早上再说吧 宁安 让她进来 大人 送开 大人 你出去 楚大人 宋其枫 你不是跟雨姑娘在兰城吗 是雨姑娘来支援我了吗 雨姑娘命属下来找楚大人 有药室相上 他人在哪儿 他人在哪儿 就在城外 阿楚 是我 洪川城已时日不多 你不要再硬撑下去了 殿下让我一定要带你走 此地并不安全 路上我再跟你好好解释 你先告诉我 你早就知道洪川城的情况 知道有些人如何胡闹 是不是 是 我知道 大魏兵分两路 强渡持远渡 攻打洪川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成渊排斥难民 屠杀同胞 弃城而逃 这些你也都知道吗 我知道 一旦大魏突破洪川 屠城令下 燕北的百万军民 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些 这些 你都知道吗 我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明明都知道 却不去阻止呢 阿楚 你还不明白吗 南城目前也没有 一支燕北的队伍 北硕城兵力全部收缩撤离 不仅是南城 整个燕北也没有 多少军人 目前燕北的内陆 就是一个跑马场 随便一支卫军攻进去 都可以充当占领军 可是我无力阻挡成渊 也无人授权我这样做 我接到唯一的任务 就是带你走 除此之外 我没有接到任何行动指令 延续 殿下也不在美领馆 你们疯了 是 虽然疯狂 但很有效 殿下的大军已经突破了 大魏的各道防线直壁长安 大魏分布在东线南线的兵马 远水难救尽火 西北十余成尺 全部俯首成尘 这个时候 兵贵神速 殿下的黑英军 不久就会攻进大魏的皇城 阿楚 殿下知道你们会赞同他的想法 所以才瞒着你 但并不代表他不信任你 烟北地狱苦寒 极大的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和大魏抗衡 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 唯为救赵也不失为良策 只有我们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 调换位置和处境才能扭转局面 你是殿下最亲密的人 你应该理解他 就为了这个彻底的战略转移 你们就将燕北的百万军民 作为诱饵和炮灰吗 阿楚 是 我是曾怀疑过 怀疑过燕许 怀疑燕许 率兵攻打美灵关 只不过是为了消磨二军的主力 稳固他在燕北的地位 可是我却没有想到 燕许的知详 根本就不在燕北 他以燕北百万军民为幼儿 在洪川城设下一个巨大的陷阱 将大魏的兵马全部都吸引过来 然后冒天下之大不韦 率领燕北的第一军队 和兰城的精兵 强势攻入大魏的土地 难怪 他在大战前 强调要抽兵去攻打美灵关 难怪 他不将我带在身边 难怪 我所发出的求救信号 全部石沉大汗 贴身事 全部都是他燕许的贴身亲戚 蓝城对于洪川的危机 没有任何支援 这么深的城府 这么深的心机 这样可怕有缜密的计划 步步为营 出手狠了 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这还是我认识的烟讯吗 我们说好的吗 雨姑娘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对我说过的话吗 记得 我说 希望有朝一日 燕北 再无你这样的孤儿 确实 一旦此战胜利 燕北将再无一个像我这样的孤儿 因为燕北的人 全部都死绝了 阿楚 德与石相生相伴 一方苍生想要走上和平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燕北的百姓 用双手将你们捧上云端 却被你们无耻地踩在底下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为了渴望和平而付出的牺牲吗 阿楚 这件事情 在战略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朝安城将要被攻破 不可一世的大魏皇族 将会在燕北的铁机面前发抖 这是一个壮据 你看不到吗 你应该看得到阿楚 是 这件事在战略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你们却抛弃了 优惑你们的子民 辜负了子民的期望 欺骗了子民的信任 为了自己的一己成就 却将他们埋葬在你们的理想之中 玉姑娘 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你们曾经说过的话全部都忘了吗 阿楚 这些日子 无论是在怎样困难的环境里 无论是在怎样艰难的处境下 我都始终相信你们会来救我们 秀丽君 那个曾经你们口中的判决 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回来保护子民 而你们哪 你们在做什么呀 你们去抛弃了他们 阿楚 你要回去 燕北不是我的家乡 却一直都是我的人生信仰 你们不要他 我要他 你们抛弃他 我来守护他 告诉燕许 我楚乔主是死 不用为我报仇 楚乔不是死在别人手 而是死在他燕许的手中 我不会让你走的 除非我死 否则 我不会离开燕北一光 玉姑娘 大错尚未驻成 悬崖勒马 实有未完 告诉燕许 我会在洪川的城头等着他 玉姑娘 怎么能放楚大人走呢 殿下千叮宁万嘱咐 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了 是我养我的燕北大帝 忠于无能 虽然深爱着你 但我所能做的 因为又如此 传信给殿下 楚大人 固守洪川 五日不至 燕北必亡 无人得以信命 诺 怎么样 没找到 你呢 我也没找到 好 报告大人 城中并未发现楚将军 大人不会抛弃我们的 当初在长安城没有抛弃我们 现在也不会 一定的 大人绝对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 他不会自己偷偷跑掉的 大人真的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呀 是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都给我闭嘴 如果是再让我听见 谁在背后诬陷造谣 败坏楚大人的名声 我就以扰乱军心军阀处置 都给我听好了 按照楚大人的部署 上城楼 与其 诺 走 大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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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 兄弟们 殿下的大军赶来增援 不出两日 援兵必到 打起精神来 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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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逝 迎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方发现火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 到那边去 走 到 到那边去 走 走 朱大爷 平安 我交给你个坚决的任务 我不在的时候 你就代表我 你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护送还没有车里的百姓 从密道 毫里护着 只要到达篮城 你们就安全了 诺 大人 你保重 一定要活着回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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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快点 快 立点 快点 快 快点 北陵关已在我手 攻破长安 指日可待 敬诸位 敬殿下 殿下 阿楚一帝蓝城了吧 好 如今万事俱备 属下办事不立 请殿下责罚 怎么了 属下是按照殿下的旨意 把楚大人带出洪川城 交给羽姑娘 可是楚大人 不想听从殿下的指令 以死相逼 我们只能看着他走了 以死相逼 没错 楚大人说 他要回去与洪川军民共生死 还让我告诉殿下 悬疑阿勒马 为时未晚 他会在洪川城等你 你洪川的状况 还能再坚持几天 若不是楚大人带兵 奋力抵抗 洪川城早就丢了 如今淡尽良绝 所生的时日也不多了 手柄 殿下 殿下 不必说了 传我令 回约燕北 洪川城 诺 殿下 諾教率军前来助你 怎么了 楚姑娘死守洪川快守不住了 殿下又回燕北 不可 殿下 让开 殿下 长安城近在直视 杀入长安大仇得报 千载难逢的机会 怎么能为一个女人撤军呢 你疯了吗 你让开 殿下 当年 定北侯府 除你一人之外 满门抄斩 洪川北朔两城二十万军民呢 他们现在全都在天上看着咱们呢 此时若是走了 此生将不会再有机会 何去何从 殿下三思啊 殿下三思 长池丢了 可以再夺 军队散了 可以重组 而唯独人死了 不得复生 此生 我可以放弃任何人 唯独阿楚 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好 全军集合出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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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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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炎勋已經拔鷹撤兵了 消息可靠 清真萬全 他們現在已經後隊變前隊 推去十里地 而且鹽鹿丟掉了很多重物 似乎是要輕步急走 馬不停蹄 不可掉以輕心 命令月位 嚴重射防 如有易度 火速來報 諾 公子 鹽巡 果真回燕北去了 他撤軍的原因 是為了一個叫阿楚的女子 這個女子 在洪川城的城頭 已經守了五天五夜了 公子 刺殺行動還繼續嗎 取消 洪川城已經淡盡良絕了 只怕 只怕就要堅持不住了 好 我居然 公主 如果是想要劝我住手的话 那就大可努力了 有这功能 还不如想想办法 本人把这座小城尽快给我拿了 这样的话回到长安以后 我死也会死得痛快一些 传令下去 谁能守阵冲桥 宫主赏黄金万两 诺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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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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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统领 红船恐怕守不住了 带上你的人 准备巷战 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组 你要守住城中的百姓到最后一刻 快 找给我了 走 走 啊 啊 封面 魏水燕 呈上追击 上 驾 驾 驾 保护本乡 保护本乡 快上 保护本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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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高血 高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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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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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 为了今天这一刻 我忍了那么长时间 受尽了所有的屈辱和折磨 只为亲眼看到你倒下的这一刻 是你们害了我的一生 我就要千倍万倍地让你们还回来 怎么样 恨我吧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 后悔当初救了我 现在恨不得差点去撞墙 是不是这样 可那有什么用呢 你今天还不是要死在我的剑下 你不是跟燕巡好吗 你放心 我会把你的头颅扔在燕巡的身上 然后让他祭拜你 你不是善良吗 不是勇敢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吗 那你今天就去死吧 我会把你的头颅扔在燕巡的身上 你是生长不少人 碍巾 糟糕 糟糕 走 知识 快 produz 我们 等 立 exploit 战云回来了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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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公主 抓住他 你让他跑吧 你没事吧 起来 走 公主 你放开 住手 我要杀了他 走啊 你松手 走啊 公主 你放开 走 走啊 公主 放开 走啊 阿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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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爹 这位爷爷 把我们藏起来的 姐 大人 天气冷了 小心着凉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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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来了 平安 你先去睡吧 我也要睡了 喏 殿下 阿楚怎么样 身体好些了吗 回殿下 大人刚刚服完药 现在在休息呢 晚膳呢 晚膳 只服了一些粥 大人他胃口不太好 你一会儿去厨房看看 我给他准备了一些鼠预告 做好了 明天早上给他拿过来 喏 殿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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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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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 您对阿楚姑娘真有心 只不过 这块玉佩是别致 但就是小了点 应该送块大的 那样才拿得出手嘛 我父亲生前手巧得很 一双握刀的手 却酿得了酒 值得了银器玉剑 我离开得早 什么都没学会 做了这么个死不相 殿下 您别这么说呀 也别这么想 您想想 您跟阿楚姑娘 经历了多少事 当初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阿楚姑娘对您的也是不离不弃 这说明他对您的是情深义重啊 现在 他只是闹到别扭 不开心罢了 殿下 您哄哄他就好了 再说了 我觉得你们俩早该成亲了 您也到了成婚的年龄了 阿靖 看看窗外的洪川城 不是 殿下 这黑灯瞎火的能看到什么呀 是啊 整个燕北 现在荒芜狼藉 百废待兴 而我燕旭 只是偏安于一方的乱臣贼子 若我此时去阿楚 他便是乱臣贼子之旗 我想把最好的一切 都留给他 还需等待 我只是担心 他的身体能否全部康复 殿下 这您就放心吧 只要有我阿靖在一天 我保证 阿楚姑娘想吃什么 我就给她做什么 这吃得好了 身体恢复得就快 你现在都是带兵打仗的将军了 还以为自己是银歌院的伙父啊 殿下 您可别这么说 您和楚姑娘那都是我的大恩人 我一辈子给你们做菜做饭我都愿意 我就是你们的伙父 我 阿楚 阿楚 雨姑娘 听说你受伤了 我来看看你 进来吧 阿楚 谢谢你 你 你这是 要不是你 洪川城 可能等不到殿下的援君了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若不是你传信给燕巡 恐怕 我也早就成了燕北的一缕清魂了 我只是尽了我的本职 殿下离开洪川城之前 原本就安排我保护你的 好 你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那就好 殿下 可曾向你解释过什么 我之前一直在养生 所以还没有见过他 阿楚 你和殿下二人情深义重 生死于公 我无意之灰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殿下的本意 绝不是让你陷入一丝一毫的困境之中 他安排我接你去兰城 我没能做到 是我的失职 鱼姑娘 不用说这些 我都明白的 不管怎么样 现在只要燕北无事就好 不管是燕北还是大魏 现在只是一时的和平 两军战况胶着 再这样下去 只是徒增伤亡 既然我的选择 你都明白 那么我相信你和我一样 不希望生灵涂炭 更希望得到和平 余姑娘 这几天我在房间里 待得有些烦闷了 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好啊 只是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洪川一战 我军折损八千 不知道又有多少女子 成了寡妇 多少孩子成了孤儿 每每想到这儿 我就夜不能寐寺难安 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战争就是这样 一将功成万古枯 受苦的都是老百姓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 阿楚 我知道你有一颗玲珑心 所以我没有故意要隐瞒你 洪川一战 我的确出于自己的一些考量 做出了一些决策 你做的是对的 就是因为你的涡旋 烟讯才能回到洪川城 其实我也是在赌 但我更希望殿下会为了你 返回洪川城 那是谁家的孩子 听将士们说 他母亲死得早 跟着父亲和几个哥哥生活 不过前几日 全都战死了 战士们可怜他 就将他留在军营里 分他点伙食 总留在军营里也不行啊 有没有地方安置他 不是我们不安置 而是他不愿意走 说要留下来 为家人报仇 她你会扭下来 不愿意走 要是她的 坠落深渊万丈 记忆被疯藏 这风雪多嚣张 就算在北间它也不仰望 我会越错越强 这呼吸湿热 这心跳时光 一点一滴云鸟 一生一世的较量 我眼中光滩 点燃着希望 无论多少像 我云然清醒眼中思考 融合人世间陪伤 只有命运知道我所想 这路永远又怎样 我要满街心眼在滚藏 笑出天边你的光 与我重生见你去采访 彼岸在身旁 它笑出天边你的光 你爱的身旁 你爱的身旁 你和我這些音旁 对天边的无缘